阿根廷外长在蒙迪诺将会在本月底要访问中国了 阿根廷的外交部在23号已经发表这个消息 他此访目的是要寻求投资当地的机会 详细来看 阿根廷外交部就说 蒙迪诺将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晤 讨论双方感兴趣的议题 王毅2月17号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 应约会见蒙迪诺 王毅表示中阿之间没有历史遗留的问题 不存在现实冲突 两国关系已经足够成熟坚韧 中方愿同阿邦坚持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定位 继续将中阿关系放在双方外交重要位置 相互理解支持对方核心利益 稀朽推动中阿关系迈向新台阶